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段关于清末的律史 那关于哪一段呢 就是关于义和团之乱所引发的八国联军 还有它的结果 那首先呢我们要谈的是义和团之乱 那为什么写是之乱呢 那基本上写的是义和团事件 其实呢它是可以称为场乱事 一场乱举 发生在1900年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义和团事件 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 就是当时候的原因 第一点呢就是违星变法失败过后 很多外国人都纷纷的同情光绪皇帝 会认为说你贵为个皇帝 但是你实权一点都没有 甚至呢会协助他主要的臣子 就是康永和梁启超逃亡到海外 所以呢组织了保皇党 来攻击这慈禧太后 所以呢保皇党是名字呢 保住皇帝的党嘛 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住光绪皇帝的党 所以呢让这个慈禧太后呢 对各国呢怀恨在心 恨得牙痒痒的哈 就好像这图片一样哈 非常的生气 你你这样子哈 气得要死哈 现在刚好那时候呢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刚好 鸦片战争过后呢 很多的西方传教士 深入到内地去传教 所以呢 当时传教士来传教的时候呢 当然跟这本地的人呢 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差异很大的哈 就往往会引起了冲突 那就慢慢的形成 清朝的百姓呢 会排斥洋人 这洋人就指外国人哈 洋教指什么呢 就指基督教哈 所以呢 就彼此之间这种摩擦开始产生了哈 因为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实际上在想方设法的哈 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整一整这些所谓的洋人 洋教哈 那发起这义和团之乱乱世的这个团体 义和团 他原名叫做义和权哈 他原本只是属于山东的民间秘密组织 他们认为说 只要我口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 非常憎恨外国人 为什么会憎恨外国人呢 因为山东很早的时候呢 已经被化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哈 所以德国人在那边开始传教 所以他们非常憎恨 甚至呢 他们会主张我们百姓们呢 应该把这清朝给扶起来 共同去面对哈 去对付这外国人哈 所以呢 他们就提出所谓的扶青灭羊的口号 把这清朝扶起来来 共同对付外国人扶青灭羊 当然这样的组织呢 辗转之间 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边的时候 慈禧太后就认为说 时机终于到了 所以他就想说 利用这义和团这样的组织呢 来对付外国人哈 所以呢 是故意有意的把义和团呢 放入北京这边 而引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 那这些义和团呢 他们的形象长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哈 在右手边哈 你看到说哈 都是有着长长的鞭子哈 还是水满青嘛 好对 长长鞭子 但是常常不穿衣服哈 他们都在练武的 习武的 认为说我只要就喝了一口符水光 然后就可以刀枪哺乳哈 这是属于民性的部分哈 那右手边呢 是属于他们义和团的团牌哈 所以这义和团被放入北京宫干嘛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干了一堆坏事 包括杀教民 什么教呢 去杀这个基督教徒哈 谁叫你跑去新基督教呢 那你是中国人怎么跑去新基督教呢 就把他们杀了 然后呢 看到教堂把一把火把它烧掉 烧教堂 拆电线哈 那把电线给拆掉 那是很很很夸张的事情哈 还有拆铁路哈 也把铁路给拆掉哈 甚至呢 有一位日本使馆的书记 还有德国公使哈 也惨遭杀害 所以呢 这时候的慈禧太后 非常的嚣张 竟然以义和团的乱世 来向八国宣战 而引发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1900年的八国联军 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哈 那嫌弃跟我们所说的哈 慈禧太后呢 就利用义和团之乱 向八国宣战 在历史当中我们 我们常听到说 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宣战 从来没听过一个国家 同时向八国宣战的例子哈 这可是同一招哈 那只有慈禧太后才干得出来这样的事情哈 那八国是哪八国呢 组成联军的八国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 俄国意大利澳地利和日本 大家注意看哈 有个日本日本是属于亚洲国家哈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浩浩荡荡荡的这个八国联军的队伍呢 就组成了组成了联军攻打进来 谁那时候呢 就在1900年的6月攻打进来 到8月的时候呢 已经把北京给攻陷了 烧杀盈月 无恶不作 烧就把屋子给烧了 杀把人给杀了 盈就是把妇女给淹间了 月就抢夺 所以呢 什么坏事都干净 当时的慈禧太后呢 才恍然大悟 啊 我闯了大祸了 怎么办 就赶快把光 원래皇帝呢 带着逃亡到西安去 这时候呢 那结果怎么样 一和团当然是惘败了 因为一和团都是肉做的 人生嘛 怎么挡得了子弹呢 那你在坚强 在坚强的身体 在强壮的身体 还是挡不了这子弹 所以子弹一发发的 发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穿藏破肚 那藏子都会流出来 怎么可能不死呢 那结果呢 清廷战败 只好签订了这辛丑条约 所以就在1901年的时候 签了辛丑条约 那我们看一下 这右手边的途中呢 这八国联军呢 甚至还可以排排站 不是吃果果哈 他们在比高度哈 在最左边呢 就是英国哈 最高的是英国人 那最右手边呢 最矮呢 就是日本人哈 那当中呢 就是有德国 有法国 有英国 有美国哈 意大利哈 还有奥地利跟日本 但是呢 你发现到吗 当中呢 为什么有印度跟澳洲的 这个士兵呢 印度跟澳洲的士兵 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英国 因为这两个地方 都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哈 那据说 攻打到北京 直径城的八国联军呢 他们的态度 非常的嚣张 甚至在那边 胡闹了起来哈 当时候的八国联军的 统帅瓦德西呢 他一冲去皇宫的时候 就看到了龙椅 然后就不管 三七二十一 以屁股坐上去了 要求随行的 这个官兵呢 给他给照相 但是呢 他据说 一坐下去 就头晕目眩的 吓得他赶紧就下来了 虽然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龙椅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不能够在随便人家走胡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 八国联军当中 就是兵败的联合团 他们最后的处置是怎么样的呢 那当然是死路一条吧 他就被砍头 那从左边这张照片当中 你看到 游者就是双手奔胸 面带微笑 就是一副 从容就义的样子 事实如归 但是非常可惜 这些非常忠心于 清朝的义和团的团员 他们呢 却到临死都不知道 自己原来是被 这个慈禧太后呢 给摆了一招 就被他给咕隆了 所以右手边呢 就是当时候呢 他们就是要被 正法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那话一说回来 1900年 当八国人军 攻打到北京的时候 慈禧太后呢 就非常的慌张 这是他人生当中 第一次离开这紫禁城 那赶紧的就带着 当时候的皇帝 光雄皇帝 往西逃 逃到哪里去呢 逃去西安 那左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慈禧太后的这照片 右手边呢 就是光雄皇帝 在光雄皇帝 西逃到西安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遗憾的 他没办法 把自己一生当中 最钟爱的女人 珍妃 带在身边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呢 两人从此以后 就是阴阳相隔 永别了 那到底珍妃 有哪些人格的特质 使到光雄皇帝 从可以从相遇 相知到相习 为这个非常混乱的 八国联军 就谱了一段 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那我们现在 顾起来一起来看看吧 那珍妃呢 是生于1876年 就是光雄二年的二月初三 逐于1900年 1900年呢 就是八国联军攻打进来的那一年 那他本身是属于满洲人 塔塔拉市 满洲香红旗人 为礼部左侍郎长婿的女儿 当他在13岁的时候呢 和当年16岁的姐姐 景妃 一同被选秀入宫 变成了光雄皇帝的侧妃 他也是成为光雄皇帝一生当中呢 最宠爱的妃子 那我们根据这个国文 被称这本书的记载 来看看这个珍妃的个性 为珍妃生心乖巧 讨人欢喜 功悍莫 善其 左侍皇帝左右 与弟共识引共乐 德中由宠爱之 那里面的内容就说 这珍妃呢 生心非安的乖巧 很讨人喜欢了 那也会写字 也会磨磨 那也会下棋 常常呢 就是 每天呢 就陪着光雄皇帝的左右 两个人呢 就一起吃饭 一起玩乐 这样子 那德中就指光雄皇帝的嗜好 光雄皇帝呢 非常宠爱她 那光雄皇帝 到底是喜欢怎么样的女人呢 光雄皇帝呢 因为她一生当中 也非常悲惨 她小时候就被 掩入宫中 那慈妃套 不是她本身的亲母 所以呢 她的奶妈 跟她的亲生的父母 都是没办法再相见 所以是被逼迫 压迫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就是使到她的个性呢 没办法的舒展 那所以她很不喜欢 这些中规中矩的这些 胭脂薯粉 就是说只会打扮 然后整个说话的言谈 举止 都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偏偏呢 这个真妃呢 就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她就是 让人家感觉 她是非常无拘无束的 那这样子一个女生呢 就是 使到光雄皇帝呢 另眼相看 因为她跟其他的就寻常的 这些贵女们 就是呆板无趣的这种个性呢 回然不同 那也可以说是 对光雄皇帝而言呢 就是弥补了 她的这个性 个性中的缺憾 所以呢 这个真妃呢 就凭着她的这个性格 就是聪明伶俐 天真无邪 常常游离于宫廷的繁文入节 那14岁的一个小女生呢 就所谓的国二病 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二病 就是14岁的小孩 就是非常的叛逆的 她完全不把这个宫中的繁文入节当一回事 所以让这光雄皇帝呢 就是非常的欣赏她 那另外呢 真妃的外表 再怎么说 还是比那个慈禧太后呢 帮她所选出来的皇后 就是农于皇后 还来的出众 那我们看一下 这照片中的这个女生 就是真妃 她非常的漂亮 那你从她的眼貌当中 你可以看到她就是白皙无瑕 五官饭的清秀俊美 戴有点男子气概 那相比之下呢 龙于皇后真的是长得很不怎么样 所以呢 这样子的 不管是外表和个性呢 都是深深的吸引着光绪皇帝 尤其是光绪皇帝 想要在戊戌变法期间 做点什么的时候 这个身边的女人真妃 她竟然非常坚定的 支持她所心爱的人 光绪皇帝 推行她的伪心变法 那就变成光绪皇帝的红颜之急 所以呢 当时候的龙于皇后 就非常的吃味 非常的肚心 觉得说 怎么我的皇帝都不来找 我都一直在跟着真妃在一起 所以呢 从中呢 就是有说了一些她的坏话 使她这个慈禧太后呢 更加的讨厌着真妃 那奈何 两人的下场呢 却是一个悲剧 那没有失去的皇帝呢 光绪皇帝呢 保不了自己自为 欺奈的红颜之急 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呢 虽然管为流传 但是呢 最后的下场 却是被慈禧给下毒手 两人的缘分呢 最后就是 气气惨惨的结束掉了 那我们从 另外视角来看看 真妃跟慈禧太后 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慈禧太后呢 最后竟然会对真妃啊 就是如此的讨厌 妒忌恨呢 其实 两人之间的关系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挺好的哈 比较融洽的 没想到呢 整个历史的发展呢 既然是走向了恶化 尤其是在 无需变法期间的时候 真妃非常坚定的去支持光绪皇帝 推行违心变法 甚至跟光绪皇帝一起在密谋夺权 这件事情呢 使到慈禧太后呢 非常的吃不消 他觉得说 这个妃子哈 竟然说是皇帝来反对我哈 那此人非除不可 另外呢 真妃呢 也无意之中呢 得罪了这个慈禧太后 干嘛呢 因为真妃呢 他非常的有洋派 他喜欢照相哈 他竟然在紫禁城外 开了一间的照相馆哈 由他所指派的这个太监呢 去处理这些业务 后然东窗失发过后呢 就是被严惩了 长了巴掌哈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整个婚姻是由慈禧太后呢 一手包办的哈 慈禧太后呢 希望他的侄女 就是荣誉皇后哈 能够嫁给这个光绪皇帝 他们就亲上家亲哈 其实呢 这个荣誉皇后呢 就等于是光绪皇帝的表姐 而且是大三岁的表姐哈 光是从这个外表不谈哈 那光绪皇帝本来就对这个皇后 没什么好感哈 那打从这个真妃进宫过后呢 深得光绪皇帝的喜爱 宠爱哈 所以呢 这荣誉皇后呢 就失宠了 那慈禧太后呢 看在眼里哈 也非常的讨厌这个真妃哈 就是说 啊 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子女失宠了呢 那让子女非常的郁郁寡欢 独守空归哈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讨厌这个真妃哈 所以呢 慈禧太后呢 就借过啊 以上这种原因呢 就借过相光绪皇帝施压 让皇帝把他自己心爱的妃子 真妃打入冷宫哈 那牵连当中的十多个人呢 也是 就是小 就是被牵连的哈 也很难 去逃过这一节哈 那从此以后呢 真妃只能够优惧在冷宫哈 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心爱的光绪皇帝了 那同学如果看书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看到这四个字哈 就指说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带到西安的过程当中呢 叫做西守之路 那西守之路这四个字呢 是好听的一种说法哈 他们就是皇太后跟皇帝呢 是到西部地方去狩猎 那这是好听的说法 事实上不然哦 他们是在逃亡哈 那也叫做事实上就是如此的 左边的四个字哈 庚子国难 为什么叫庚子国难呢 因为1900年就是庚子年哈 那年叫做国难 为什么叫国难呢 因为八国联军都打到你北京啊 你都城来了 那你皇帝坐也坐不稳了 也逃跑了 这不是国难是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来细谈一下 到底慈禧太后呢 在展开西守之路之前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他又是如何的一步步 把这个真非逼向了死路 那话说当年1900年 当八国联军攻打到北京的时候呢 慈禧太后呢 也正在准备要带着光雄皇帝 逃离皇城去往西安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 他叫人把真非给带来了 对真非开始进行训话 训话过后呢 告诉他 你必须留在皇城 但是真非不从 真非不肯 他想要随行 那你想看哦 之前都已经那么的记恨 这真非的慈禧太后呢 他会让真非一同随行吗 会那么好死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这时候呢 那个慈禧太后呢 心头一发狠 就强词夺理的找一些借口 第一个他说 如果我要把这真非带在身边 带在光雄皇帝身边的话呢 是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真非还是非常的年轻貌美 那可能会有欲有不测 另外呢 他说 我要是把你留在这皇城的话呢 我又怕你犹如我皇家的颜面 这怎么说呢 因为真非呢 长得非常的年轻貌美了 非常的有气质 如果把他留在这个皇城的话 那攻打到紫禁城的这个八国联军 会不会看到真非的如此的貌美 就对他进行的这个信息或者是侮辱 那如果真非正是被人给糟蹋了 那不是愧对列祖列宗吗 所以他做这番的言辞 都把列祖列宗给搬了出来了 这时候的真非呢 是非常的害怕 他只是一心想求 就是有活命 一直求着说 能不能就是跟在身边 但是他怎么说 还是不被答应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这期待后呢 就发狠了 他下了 非常惨的 下一道命令 命令当时的太监 崔玉贵 和宫女王德环 两人呢 就合力把真非呢 给抱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 真非是长得比较圆润一点 比较 就是丰满一点的 他就把 他们两个把他给和抱起来 干嘛呢 推进了宁寿宫北端 真顺门的一口井内 就把他给活活的推向井里面 杀害了真非 就投井 就被杀害了 那当年的真非呢 他年仅24岁 这样的一代红颜 从此就是 相消欲远 令人非常的惋惜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一首编 就真非就是 他穿着 穿着传统服装的时候 非常的大家 贵秀的这个样子 非常的有气质 没想到这样子被 给整死了 所以呢 直到八国联军结束过后 就是说 真非他的尸骨 在井里面一年过后 那此次太后呢 才恩准真非的家人去捣捞他的尸体 据说他的尸体被捣捞上来的时候呢 他的脸部已经模糊不堪 就是没办法去辨认了 已经是肿胀的尸体 后来呢 就把他的尸体呢 安葬在 覆城门外的宫女墓地 为什么把真非 安葬在宫女的墓地呢 这也是对他是一种死后的侮辱 就说什么呢 认为他 认为他就是不配当个妃子 他只能够当个宫女 那甚至呢 当时候此次太后呢 还放下了狠话 说什么呢 真非之所以会投井自杀 他是自杀的 他是为了守他的真结而训绝而死 意思是什么呢 真非他当时候是不想被八国联军的这些军官 兵官所心庆或是侮辱 所以选择了这个保有自己的明节而投井自杀 这种言辞的说法 令人非常的难以去接受 那如果大家想要免怀真非的话呢 可以去参观这口井 就叫做真非井 真非井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 就是当年真非遇害的现场 他位于哪里呢 就是位于现在的紫禁城 就是故宫博物院 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明寿宫北段的真顺门内 如今呢 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那很多游客到那边参观的时候呢 就会大大的就惊叹 怎么一小口井 怎么可以把真非给推进去呢 而且真非是长得如此的风云圆论 那光是一个太监 一个宫女就可以有办法把他给推往这小口井吗 就不可能 那事实上不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口真非井呢 它是其实是已经经过了改造和修缮的 那话说呢 当年慈禧太后和光是皇帝呢 他们眼见八国临近的这个事态开始缓和下来过后呢 就回到了北京 允许真非的家人呢 把真非的尸体呢 给打烙上来 打烙上来过后呢 就令人在这个井眼之后呢 设置所谓的井口石 那什么是井口石呢 就是用石头切成一个整体 两侧凿出了小洞 用以穿入这个铁棍上锁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铁棍呢 所以你看在图当中 这真非井 有一处就是圆圆的一个黑色的 那就是铁棍 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为了防止 就是有人出意外了 为了安全的考量 防止有人能从这个户栏翻阅过去 然后就跳入这个井口里面 就可能会造成意外 所以为了防止意外 那第二个说法是说 表示说这口井已经有死过人 而且是禁止使用的 所以显得这井口呢 就非常的小 那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 青带呢 他们是井口打水呢 是用这个木水桶的 那么小的井口呢 显然木水桶连放也放不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 真非井呢 是经过了改造和修缮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真非井修缮前后的 这个图片的照片 这是我从网络上给抓回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 右上角的照片呢 是修缮后的井口非常小的 真非井 那右下角呢 就是修缮之前的真非井 那你看可以看到 右下角的真非井呢 是一个黑黑的一个大洞 所以修缮前呢 它的样子长这样子的 如果这旁边有游客的话 那确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呢 以后的大小来看的话呢 发现到说 这井口其实也不大 只能够放好一个牧师的 一个老师的水桶 去打水而已 那可见呢 当时候这太监崔玉贵 和宫女王德环 两个人合力强行的 把这真非往这个井里面 推的时候呢 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那也是非常惨的 那个画面 迟来的证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终于有人 为这真非出一口气了 那人是谁呢 就是在风 就是末代皇帝 宣统皇帝 溥仪的亲身父亲 等到子妻大后 一去世过后呢 溥仪的父亲 就是在风 做了件事情 就是将真非的死因 记载由头颈而死 改成了被吹玉贵 投入井中溺死 那头颈而死 是什么理解呢 就是说 当年他们的记载 是说真非 为了避免八国联军 攻打到北京 子亲城的时候呢 把他给玷污了 然后呢 他为了自己的名解 所以投井自杀 把他改成 他是被他所害的 所以呢 把这真相大白 告诉世人 这个真非是被 这个慈禧太后给下毒手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真非的姐姐 景非呢 就在1915年的时候呢 把他的这个墓园呢 签帐到这个光绪皇帝的丛林飞的原情当中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啊 慈禧太后下令啊 这个真非不准葬在光绪皇帝的妃子的灵墓当中 只能够葬在这个宫女的这个坟墓当中 表示说不认同她是妃子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名分啊 是对她是一种就非常地下的那种侮辱啊 但是非常可惜的 她的这个签墓过后的这个灵园呢 也是被在1938年的时候呢 就被盗墓了哈 那景非真的是对她的妹妹真的是很好哈 为了建立妹妹呢 她在真非景北车的房门呢 还为她设立一个牌位哈 在牌位上方呢 就挂着这四个字 精卫通诚的匾儿 就表示说哈 就象征着她的妹妹真非呢 对光绪皇帝非常深的爱恋 还有她对她的忠诚哈 那真非呢非常的可惜哈 她被投入井的时候呢 就说被退下去的时候呢 才年井 虚岁是25岁 十岁是24岁哈 那后来的时候呢 直到光绪皇帝过后 就是溥仪皇帝了 那溥仪呢 就是宣统帝 她当上皇帝过后呢 原本光绪皇帝的皇后 荣誉皇后就升格变成了太后 当这荣誉变成了升格变成太后过后 就叫做荣誉太后嘛 她就这时候呢 才对真非呢 追封为克顺皇帝妃 那克顺什么意思呢 就是恭敬顺从的意思哈 那也算是这个荣誉皇后呢 对这个真非呢 最后的人之意境哈 就还给这个真非呢 正名哈 就还给她一个公道的一个名誉哈 这样子 让我们看一下啊 这右手边就是当年的这个真非哈 克顺皇帝妃 一般上呢 我们都不会叫她克顺皇帝妃 我们都会叫她真非哈 那左边的这张图呢哈 精卫通诚 就是景非给妹妹所设立的一个匾额哈 那听过了真非故事过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候的世界各国是怎么来看清朝的哈 这是一幅刊登在19世纪中叶英国包装上的一幅漫画 当然这很明显属于一个讽刺漫画 当时候呢 这个面容丑弱的清朝人哈 就被压着 然后八个人就冲哈这边往哈这边跑来哈 就手上都拿着鞭子 那另外我们再看下一手边的个字哈 齐齐马张长公 琴瑟琵琶 八大王 王王在上 当歌成战 这意思呢 这八个人就是要来跟你打战的 然后就把你压着 就鞭打你 难道落后就要被鞭打吗 所以当时候呢 可见当时候的清朝政府呢 在当时候的这个世界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是被鄙视的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谈 当八国联军清朝战败过后呢 要签订新丑条约的时候呢 就派了谁去签呢 就派了李鸿章 那李鸿章这号人物呢 在我们前期的这影片当中呢 已经有做了一点介绍哈 他就是当年创立这个怀军哈 那也成为怀军的统帅 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劳 而被这清朝的朝廷重视的汉人官员哈 所以他可以说是清末的重臣 将领兼外将官哈 他是支持洋务运动的 可见他是有远见的哈 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他哈 所以呢 他也创建了近现代化的海军 就是北洋水师 但是呢 李鸿章一生当中代表清朝签订了上权入国 大大小小不平等的条约跟密约有三十多个之多哈 所以呢 他签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哈 换来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一生的骂名哈 那很多人都会埋怨这李鸿章 当年你不签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赔那么多钱哈 那你是个卖国贼 你是个汉奸哈 这种种的这种骂名都出现了哈 事实上不然的哈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说李鸿章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他是不由自主的哈 不由他据说不的一个地位哈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清朝朝廷要派李鸿章签订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 因为呢李鸿章身兼这个通商大臣哈 曾经代表着清朝的出使到西方国家去哈 当时候呢 因为清朝闭关政策闭了太久了 关了太久了 那能够代表着清朝政府出使外国哈 西方国家的这个臣子不多哈 那只有李鸿章 所以使得他就变成了签订条约的不二人选哈 那话一说回来 当年呢 要签订这个新手条约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当时李鸿章是怎么样了哈 当八国联军攻打到北京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携手哈 就往西安逃亡的过程当中呢 这时候的李鸿章已经是风卒产年 甚至有可谐的迹象 他深知自己呢 也不久于人世哈 就觉得说啊 我已经差不多了哈 所以呢 但是他还是称着他这个病弱的身体呢 跟洋人讨价还价 只希望什么呢 赶快调约一签 那就让这个国家能够赶快恢复到平静下来吧 那其实呢 最终的时候呢 这个条约的签订人呢 就是指定是谁呢 就是亲亲王一筐 好 就是皇族去签的 但是那时候李鸿章就对一筐说了句话 说什么呢 我来吧 这是要背上卖国的骂名的 未来大清朝还是要靠你 我活不久了 你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亲丑条约的骂名 就与我来背着黑锅吧 那人民百姓要骂就骂我就好了哈 那清朝还是交给你去好好的管理哈 我也快不久人世 我也活不下去了 快活不久了哈 所以呢 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哈 那我们看一下右下角这边哈 梁启超的评价 对李鸿章的评价 说什么呢 无尽李鸿章之财 无习李鸿章之事 无悲李鸿章之欲 他说 我很敬佩李鸿章的才能 也很 也很珍惜这李鸿章的这个 这个学士但是呢 我对李鸿章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悲痛 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一号人物哈 那我们看一下 薪酬条约就在隔年1901年签订哈 1901年就是薪酬年嘛 随之叫做薪酬条约哈 那薪酬条约是在1901年9月7号签订的 清朝赔款最多的条约就是薪酬条约 因为呢 那当年啊就前一年的时候 1900年是庚子年哈 虽然就俗称为庚子赔款 因为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乱世 所导致的赔款就叫做庚子赔款了 那赔款赔多少钱呢 总共赔款是要赔4.5亿两白银 再加上本期利息的话呢 就是合计9.8亿两白银哈 那这个赔款之外呢哈 还有什么条约的内容看一下哈 第一个允许列强在北京享有驻兵权 意思是说这些外国人呢 外国的这个军队都可以长期的驻扎在北京这边哈 那这时候的清朝政府呢已经无钱可赔了 李鸿章就强撑着身体和洋人讨价还价之后呢 最后就是一口定价哈 定为什么呢 4亿5千两白银哈 那当时候呢清朝的人口就是有4亿5千人哈 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人要赔的是一两银子 那再加上本期哈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利息哈 所以导致呢平均每个中国人哈 上至八旬的老汉就八十岁的老头哈 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 不要承担两两银子的赔偿金哈 这个可说是天大的数目哈 所以呢在这个八国联军哈 之后所签议的辛丑条约过过程当中呢 有个是让人误病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哈 什么问题呢 当年打的是八国嘛 我们都知道说八国攻打这个北京嘛 但是呢在签约的时候 却是11个国家来签约哈 包括了这11个国家当中呢 就多出了三个 那哪三个呢 就包括了比利时西班牙荷兰 这三国根本没有参加八国联军 但是他们也来分一杯羹哈 那非常不幸的哈 1901年9月7号 李鸿章代表清朝去签订辛丑条约 就在两个月后 1901年的11月7号 李鸿章去世了哈 那这左边的图章图片当中就是当时候他们签进这条约的这个内容哈 那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的签名哈 那么先看一下左边这张图片当中呢是当时候哈各国在辛丑条约上的签名哈 所以左边的部分你看到都是外国人签的嘛 就是横向的嘛 这很明显就是签名 但是呢你看到右手边哈 第一个左右手边的左侧哈 是李鸿章的签名 那在右手边的右侧呢 是当时候的清清王的签名 那其实这不是他们的签名哈 有人说哈李鸿章 当时候呢是把他的名字李鸿章三个字写成一起 就变成个好像看起来是严肃的数字 其实这不叫签名叫做瓜鸭哈 那么看一下右手边的文字哈 在1901年的时候呢 9月7号李鸿章和当时候的清清王爱新几罗易匡 两个人就代表着清朝政府呢签订了辛丑条约哈 当时候的李鸿章呢 就用着颤抖的双手拿着毛笔 颤颤巍巍的在条约的文本上画出了一个 好像看起来像是严肃的数的一个签名 其实这不叫签名叫花鸭哈 那什么是花鸭呢 古人哈为了他自己所创作的一个logo 我们用我们现在话来讲说是等于是个logo哈 他不是他真正的名字的签名哈 那在创造花鸭的时候呢 往往会以自己的名字字号 或者加上其他自己所在乎的东西作为元素 再用这书法的方式把它给综合起来 攒在一起哈 所以呢当时候呢很多的官员哈 如果是高官的话都还会这样子做哈 还有些商骨哈就是做生意的这商人哈 他们都是有受过学问啊 就受过教育的嘛哈 通常呢他们他在使用花鸭的时候呢 是显示他们身份的哈 所以呢身份更加显赫哈 学士更加渊博的官员呢 他们所设计的花鸭呢 会更加的让人家难以去揣测哈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呢 往往会赋予很多的花鸭很多的含义哈 那这含义代表着什么 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哈 那越是复杂的这个图案的这个仿伪照的程度就越高了哈 因为他太复杂了嘛 你要怎么去仿伪他呢哈 就是去仿造他太难了哈 所以花鸭可以说是当事人哈 才可以知道说他到底这样子签是什么意思哈 所以呢花鸭的笔画顺序还有细节呢 通常只有这个创作者才可以知道哈 所以呢绘制花鸭的过程 就是他当时候他签下去的整个过程就叫做 画鸭画画画的画好画鸭就这样意思哈 所以呢这不是他当时候的签名叫做花鸭哈 那我们这个小节呢就介绍到这边为止咯 好谢谢大家拜拜